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更多消息和观察 我要先联系我们在韩国首尔的特派记者刘备 刘备早上好 来 秀琴早上好 朝鲜在今天又在发射导弹 韩国方面你目前掌握到哪些的最新回应吗 是的 朝鲜今天早上向东部的海域又发射了导弹 目前还没有这个导弹的具体的类型和射程 因为韩国军方一般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去分析和核对具体信息 那么朝鲜今年已经是第五次发射了 因为韩美昨天开始举行了五年以来最大的自由护盾联合军演 让十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也来参加演习 这次的演习还有美军的新型战机昨天也是飞到了韩国 以及还有弹道的导弹探测和拦截能力的宙斯盾驱逐舰 还有搭载战谷导弹的核动力航母也有可能来参演 所以这个规模可能让朝鲜感到了非常大的威胁力 也是不甘示录的要进行一些动作和反击 那么金正恩在11号召开军委会的时候 就曾经表示说将采取运用国家战争遏制力的一系列重大实践措施 对韩国和美国的连演做出回应 9号的下午6点多朝鲜也在南浦附近发射了6枚的近程弹道导弹 两天前凌晨朝鲜还以水下潜艇发射的形式发射了一些导弹 相信是为了扩充发射的形式和覆盖范围 韩国统一部昨天也表示了说朝鲜不应该利用韩美常年的军演来挑衅 如果朝鲜的半岛局势升级的话对大家其实都是没有好处的 那么韩美这次联合军演会持续11天 所以预计呢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发射 朝鲜有可能通过发射固体燃料的周期弹道导弹 还有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等 逐步提升它对韩美的一个挑衅的这个反击的力度 主播 好 非常谢谢刘备在韩国所有现场的最新观察和掌握 那么对于这一次朝鲜又在发射导弹的日本方面有哪些的观察 继续联系我们驻日本记者李淼 李淼早上好 谢谢 咱好 所以目前你在东京掌握到日本政府对于这一次朝鲜又在发射导弹 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回应呢 好的 谢谢 其实那日本一直都认为朝鲜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所以今天早晨的这个导弹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日本首相关顶呢马上就组织了一个紧急小组 一直在分析信息 那日本防卫省呢刚刚是在十几分钟之前日本防卫大臣冰天静一 在防卫省对记者说朝鲜这次发射呢并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水域 到目前为止呢日本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物件受损 但是呢关于这次朝鲜试射导弹的具体的类型还有飞行的距离 目前在日本防卫省还在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也看到刚刚日本首相安天文雄说 目前呢正在收集信息 他已经只是有关部门尽快向国民公布最新的信息 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媒体就引述韩国参谋总部的消息 说朝鲜发射的是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方向呢是朝向日本海方向 我们知道日本国内的媒体呢就一致认为说 这次朝鲜呢在频繁的进行试射 那么之前还试射了这个前射弹道导弹 那么因为3月13号时候开始美韩举行了自由护盾军演 那么朝鲜呢显然是为了展示对美国拥有打击能力 对美国不退缩的姿态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试射的做法也在意料当中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11月份美韩大型军演的时候 朝鲜就试射了6次 当时呢还包括洲际导弹 所以这次呢还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试射 那么日本媒体就关注到朝鲜现在的这个核导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2022年根据日本的统计 朝鲜一共试射了37次 其中就包括73枚导弹 那么也是不断有新型的导弹出现 包括超高音速导弹 去年3月份的时候还成功试射了火星17型洲际导弹 那么朝鲜的这个洲际导弹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 在2月18号的时候 朝鲜第一次宣布说他们发射了火星15号 落在日本的海盗附近的专属经济水域之内 那么这时隔4个月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日本就说这可能是已经说明朝鲜的这个洲际导弹的能力 已经从实验阶段进入了实战部署阶段 日本也非常的警惕朝鲜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第七次核实验 好 非常谢谢李淼在日本方面的最新观察 朝鲜这一次又在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 那么这当中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细节 我要继续连线呢 我们精通韩语也非常熟悉半岛事务的 驻北京记者霍维维 维维 维维 早上好 早上好 秀琴 对于朝鲜在今天呢又在市售的导弹 你掌握到哪些的最新消息和细节吗 说到秀琴 就是朝鲜半岛的局势又进入了新一轮的一个震荡提升期 为什么用震荡提升期 因为从刚刚两位记者都讲到的 朝鲜半岛现在美韩正在开展新的军演行动 持续时间会有11天之久 这就是半岛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当前的一个诱因 强调是当前的一个诱因 当前的一个诱因产生之后 接下来就要看朝鲜方面的反应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朝鲜11号是进行了前射弹道导弹的试射 那么今天进行的转程弹道导弹试射 是什么型号还有在进一步的判断 但是这个判断的话将影响 未来一段时间半岛局势的一个走向 主要原因在第一个朝鲜进行这次的 短程弹道导弹试射 它的类型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新的类型的话 将会对半岛局势 尤其是美韩会强调说 制造一个舆论说 朝鲜的威胁是在进一步提升的 因为这次朝鲜的试射的话 大家都已经预设到的 关键就在于判断 这次朝鲜试射导弹类型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的 因为这次的持续时间会比较长 朝鲜方面必然会做出反应 过去朝鲜对于美韩的军演的话 反应方式一般是两种 第一种是在美韩预告军演的时候 做出反应进行导弹试射 第二种是在美韩军演结束之后 做出一个反应 但是从去年到现在 这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 朝鲜的回应的节奏和速度 都有提升 都是在美韩军演正在进行的时候 朝鲜就做出一种回应 这也给擦枪走火 或者是一种擦枪走火 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也就是风险是在大幅的提升 接下来为了一段时间的关键 就在于美韩和朝鲜方面 有没有一个对话渠道 能够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 这是一个关键点 尤其这一次的话 朝鲜方面一直强调 要用强对强的态势来进行回应的话 那么下一阶段 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上一次非常紧张的局势是在2017年的4月 2017年的4月当时也是因为美韩的军演 美国是派出了两艘航母战斗群 到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 这为当时大家造成的一种印象是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现在美军已经派出了一个航母战斗群 到达了东北亚地区 那么接下来局势进一步升级之后 美方很可能反应是再派出一个航母战斗群 那么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到战争准备态势 就是非常明显和经济的信号 那么半岛的局势进入到非常危险的边缘了 谢谢 好 非常谢谢维伟就这起事件在北京带来的分析和掌握 谢谢维伟 在关注到就在13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才刚刚就朝鲜试射战略巡航导弹做出回应 指朝鲜持续在制造挑衅 关系到了美国盟友 因此美国才会别无选择 只能和韩国继续加强联合军演 以增强共同的防御能力 好 普莱斯指呢 虽然美国也想透过外交途径来处理好朝鲜问题 但是朝鲜的挑衅行动 使得东北亚和更为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的危险 也威胁到了韩国 也威胁到美国在区域内的驻军及美国民众 美韩由13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朝鲜早前就呼吁美韩应该要停止军演 好 相关话题我要继续请教 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郑浩先生您好 你好 修行 朝鲜近期呢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导弹失射 于认为这对外界释放出怎样的一种强烈信号 这会对朝鲜目前的半岛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呢在朝鲜半岛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画面 就是如果美韩军演的话 那么朝鲜就会发射导弹 如果朝鲜发射导弹的话 美韩就会加大军演 那无论是这个频率还是强度都是如此 因此呢这是南北双方常态化的一种游戏 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军演也好 这个发射导弹也好 那么这个呢恐怕呢是加剧半岛危机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呢 在这样的一种不确定的 不稳定的常态化的情况之下 那么半岛的危机就有可能一触即发 现在呢是南北双方相互的指责 那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么朝鲜指责这个美韩军演 那么美韩军演呢 美韩呢也是说朝鲜因为频频的射手导弹 意思呢我们必须要提升防卫的能力 那么其实呢这就是成为一个世纪之谜 就是先有机还是先有弹的一个问题 谁都没有办法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回答 那么关键是 如果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游戏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是不是可能会导致半岛危机的进一步的升级 其实呢 朝鲜发射导弹 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什么突发的新闻 对韩国日本来讲可能是突发新闻 但是呢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做法 下一个突发的新闻 真正的突发新闻是什么呢 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朝鲜发射弹道导弹 或者洲际弹道导弹 无论是什么型号的导弹 美韩击落朝鲜的导弹 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发新闻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就是朝鲜进行第七次的核实验 那么这个可能性也在增加 所以呢如果说发生上述的这两个视察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突发新闻 好了 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常态化的一种情况 究竟怎么样去处理 我觉得双方都应该保持克制 现在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 没有办法说清楚 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 各自都在加强各自的力量 唯有的一个办法 就是双方保持克制 把拳打九T变成眉蓝眼去 就比较好 眉蓝眼去 进行对话 哪怕是作秀式的对话 其实呢也比这种硬碰硬的 对抗式的这种对抗要好很多 其实呢在过去我们也看到 无论是朝美还是朝韩都有过对话的时期 都有过朝鲜半岛局势 缓和甚至于出现扭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 那么下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来得越早越快越好 所以呢朝鲜频繁在发射导弹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行为模式 非常谢谢郑浩先生 带来的分析和观察 好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呢 朝鲜市射导弹的我们最新的掌握 那么后续情况也是去锁定我们的跟进报道 下期回来关注的是财经焦点